以为我们把他中亚行为俄罗斯柔软的腹部 俄罗斯高跳介入叙利亚战争 会对中亚产生哪些影响 外交部前副部长张德广 继续为您解码一带一路 北京时间2015年9月30日 俄罗斯国防部证实 俄方当天已对叙利亚境内 RSRS武装分子发动空袭 众多评论认为 此举也意味着俄罗斯对叙利亚 巴萨尔政府的支持进入新一阶段 在叙利亚问题上 持续恶化的局势 使俄方注意到 叙利亚约60%的领土 已被RSRS武装或其他恐怖势力控制 巴萨尔此前也发表声明称 叙利亚政府军不得不放弃一些地区 由政府军控制的领土 目前已经不及四分之一 当前 俄罗斯一方面在叙利亚加强军事部署 另一方面也主张尽快建立广泛的打击 RSRS武装联盟 对于地处战略要冲的中亚五国来说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介入 又将给他们带来哪些影响呢 那我们也发现最近俄罗斯特别从九月份以来 大规模的军事介入叙利亚战局 其中的当然口号就是打击伊斯坦国武装为代表的恐怖势力 那俄罗斯这个重大战略行动 是不是有这种防范三股势力重新抬头 或者向中亚地区向俄罗斯腹地进行泛滥这样战略考量 它在生存的这种通盘的考虑究竟是什么 俄罗斯采取行动 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坦国基地和设施目标 那么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为什么俄罗斯采取这样的行动 我们应该看到俄罗斯在境外 采取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使用它的先进武器 战略轰炸机 甚至于从离开的这个 现在从潜艇上也开始 1500公里的这个型航导弹 过去是从这个战舰上发射 这个最近一时期又从潜艇上发射 潜射 潜射 所以这样看来 这个动作还是很大的 这一决定 还是有它很重大的原因 那么你刚才提到中亚这个地区 当然中亚对俄罗斯是很 对俄罗斯来讲是重要的地区 是它传统的这个经济合作伙伴 在政治上在文化上 他们都有密切的联系 虽然它这个解体了 苏联解体了 但是解体之后 他们好多的原因还保持着 有人把他中亚 行为俄罗斯柔软的腹部 这个我看也不为过 所以这个当然俄罗斯 关心中亚地区的稳定 当然对这个伊斯兰国 会不会在膨胀了以后 在中亚 这个破坏中亚的这个局势的稳定 这个他是有担心的 但我觉得俄罗斯轰炸叙利亚境内的 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目标 不完全是中亚在后面的考虑 还有其他的考虑 比方说这个车臣 车臣经过普京的努力 那么车臣问题应该说 基本局势是稳定了 车臣的独立倾向 也包括那些极端分子 武装分子受到了很大的打益 那么车臣呢 目前的情况还是应该说是好的 但是呢也是有一股贯流 车臣的一些骨吹独立的 或极端分子 通伊斯兰国是有联系的 他们有的人就跑到伊斯兰国 到那去参加训练 也有伊斯兰国的分子回到车臣 因此呢 这个普京呢非常担心的就是 如果伊斯兰国做大的必然 会引起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车臣这个问题的重心 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影响到俄罗斯的南部的安全 通常去看俄罗斯这种打击极端 宗教势力这种恐怖行动 对确保我们一带一路 像中亚像俄罗斯 这个这个方向 特别是陆陆丝丑之路 经济带的这种实施 也是一种利好 但是这是利好的 我们认为应该是支持 应该支持 这是好事 从国际上 这个我觉得对西方也 也不是没有利的 因为西方深受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所害嘛 没错 像巴黎那个 他们的第一战线 对 所以俄罗斯打击这个伊斯兰国 对欧洲的安全也是有利的 因此这次事件 这个巴黎这个爆恐事件发生之后 把法国总统很快就到莫斯科访问 所以法国对莫斯科的这个 对俄罗斯的这个举动是支持的 对 应该结成同一的反恐战胜 因此这个 从对中国的安全 我觉得是是利好的 因为我们也喜欢中亚稳定 我们也希望俄罗斯稳定 没错 侧臣问题的解决 这是我们中国一向的 一贯的政策和态度 就是支持俄罗斯的主权嘛 嗯 嗯 嗯